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已抵達紐約 他計劃星期一晚上在他的特朗普大廈過夜 然後星期二投案 面對刑事指控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針對現任或前任美國總統提起的刑事訴訟 目前仍不清楚特朗普在州法院出庭將會是甚麼場景 但他的律師表示 特朗普絕不會就相關的指控認罪 這中外案件與他在2016年總統大選獲勝的前夕 向一名色情女演員支付13萬美元的封口費 令他不聲稱10年前曾與他有優惠有關 特朗普長時間以來一直否認兩人當年有過這段經歷 星期一各大有線電視新聞追蹤了特朗普 從他位於美國南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 飛到曼哈頓特朗普大廈的每一分鐘 兩位前總統的車隊 從他住所前往西中磊灘附近的機場時 經過了歡呼的支持者